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我要跟你們分享一個叫做 手持LED燈棒燈管 迷紅燈氛圍 補光抖音 變色Cyberpunk 光繪攝影 五到網紅的一樣產品 那我們就直接來快速開箱吧 ok 所以盒子裡面有一根RGB充電燈管 有一支紅外線遙控器 一條Micro USB的線 還有附給你一張小小的說明書 那這支燈棒呢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特效 不同的模式可以讓你選擇 它說明書上寫有366種不同的模式 但是如果我這樣子慢慢的選 我忽然想要第150個 我就要按150下 我才能選到第150個特效 遙控器上面還有一個效果速度的調整 我們就可以讓它變快一點 或者是慢一點 雖然這支燈棒它寫RGB燈棒 但是它只有12種顏色可以讓你挑選 所以你不能自由的調整HSI色相 或者是飽和度的部分 你只能調整明度 就是這裡亮暗的部分 這支燈管呢 我是在蝦皮上買的 我只花了1685元台幣 我就買到了這支燈管 那我這支燈管買來 就是想要當作背景裝飾用 就是看起來很酷炫的燈管就對了 這支便宜燈管還有一個非常厲害 就是它這個彩色跑馬燈效果 如果你要在攝影燈棒上面看到有這種效果的話 你肯定就要花個好幾萬元 你才可以有這種效果 但是我只花了幾千塊就拿到這種效果 像我手邊這一支南冠燈棒 它沒有辦法達到那一種彩色跑馬燈效果 它只能整條一起同時變顏色 那這支便宜燈管它的亮度就沒有非常的亮 你甚至可以直視它都沒有問題 主要我買這支燈棒的原因就是它長得 看起來還蠻漂亮的就是整個是白色的 那我們的頭跟尾也都是白色的 所以就很好融入我這個純白的背景當中 反正它就是一支不用插電的RGB燈棒 那你想把它放到哪一個角落都行 因為它不用插電它有內建電池 雖然它沒有告訴我們說它的電池容量多少 它也沒有告訴我們說它的燈的瓦數是多少 所以它的使用時間我還要再繼續測試 之後再跟它就分享 這支燈棒的功率肯定非常非常的低 因為現在是100%的亮度 攝影機根本不會過曝 完全不會過曝 你不用擔心它死白的問題 它就是一支放在畫面中好看 炫炮的一支LED燈棒 如果要拿這支燈棒拿來照明的話 你可能就要去找其他的攝影燈棒 亮度才會足夠 不然你就要把攝影機的ISO拉很高 如果你想要拿這支RGB燈棒的白色模式 來做照明也不是不行 只是它的顏色看起來不是很好 而且它有一點偏藍 它也不能改變色紋 所以你就是固定在這種 有點藍藍的白色燈光當中 這支便宜燈棒 我覺得它就是出現在畫面中 好看的一支燈棒 這樣子就行 不需要拿來照明 如果你真的需要照明 你還是拿比較專業的 攝影燈棒會效果比較好 而且亮度也差很多很多 OK 這是我們今天的超便宜 RGB LED燈棒的分享影片 那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相關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